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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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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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此地 法师才燃香招请 天空便落下于来 好像慈悲甘露润泽大地 骤然而来的阵雨 下着风势阵阵 众人披衣撑伞 冒着风雨一路徒步前行 习爷纳成 错落有志的红砖楼 以着山势亭亭坐落 沿途坚实的石板路 任凭岁月任在 光彩无碍 康波广场 康波广场 是山城中最大的广场 也是欧洲著名的中世纪广场 因中央回凹的特殊地面构造 又得名为贝壳广场 或扇形广场 广场周边有市政厅与修藏的 钟楼塔的古迹环绕 也是山城重要历史的见证之地 四世世纪 黑死病 瘟疫结束之后 习爷纳 历经了几十年的 经济萧条和 道德抑郁 而后进入了一个 高度宗教导向的时代 由于幸免于二战之祸 山城至今 仍完整保有许多著名的 中世纪建筑 像是广场上 先高耸天的曼吉亚塔楼 就是意大利三座最高的 中世纪古堂之一 著名的西恩纳大教堂 是一座近八百年历史的老教堂 融合早期的 罗马式雄伟风格 与哥德式的华丽雕塑 黑白相间的石器外墙 显得格外醒目亮眼 披着还来不及吞下的雨衣 佛子们在古迹前合影留恋 为古老山城记录雨后 晴空的喜悦 云荣漫天中一抹七彩侠韵 向佛罗伦斯对远道而来的佛子们 悄悄送上的欢迎与雀跃 一座座中世纪建筑 见证着肥冷脆的历史风化 融合西方宗教、人文、艺术、哲学 与建筑美学的时代拘留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之下 以托斯卡尼大区和佛罗伦斯省首辅之资 人口与面积均高居大区之冠的肥冷脆 更是欧洲中世纪时期重要的文化、商业和金融中心 城市中著名的世纪建筑当中 作为佛罗伦斯主教教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 堪称世纪经典之作 以哥德式风格的优雅脱俗 完美呈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美学 圣母百花大教堂 更是融合建筑、绘画、雕塑、历史与科学的宝贵遗产 大教堂的建筑面积达八千三百平方米 前门面以雕塑或绘画艺术 完素圣经中的人物与故事 巨型的圆顶物语 沿结三个殿堂建筑 从南面观上 可以看见建物中央高拱的砖红色圆棚穹地 以白色道理石架的建筑 大构的三百六十度观景台 被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相当重要的新哥德式建筑典范 而紧邻圣母百花大教堂的桥托中塔 犹如晴空下通天的高塔 为教堂起报每一回感恩祭的弥撒声音 来到异教圣地前 海涛法师陌生持咒 师甘露水 随愿观想 择批六道 广化十方 佛子们也以手边的食物 为食也割 犹如对六道众生的慈悲施食 随所到处 逛结善愿 同样坐落于主教 坐航广场上的西式古建筑 还有佛罗伦斯圣若望洗礼堂 佛罗伦斯圣若望洗礼堂 建于1059年到1128年间 在菲伦翠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中 据说有着饶富剧情的神秘源源 尽管碍于画面及篇幅于考证 无法深入介绍 但其八角形的独特弯弯 由其青铜大门 相看金色的精美浮雕 其流畅如实的激励 仍如时空凝结的场景 完美重现 项弄里 以纪念淡丁为名的博物馆 是一栋中世纪塔楼 斑驳的黄岩砖墙面 以艺术雕塑纪念 这位对世界影响深远的责人 生于肥冷脆的淡丁 在拉丁文独霸西方文坛的年代 透过意大利方言创作 带动了大众文学 而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 再崇尚神奇的中古诗迹 启发哲学思辨 并以威胁的手法 揭露实证缘误 深度探索及省思灵性归属的 哲学思维 其举世文明的神曲 以诗歌表现地狱 炼狱和天堂 描述灵魂如何堕落 又如何透过炼狱之行 忏悔罪过 进而照见天堂之光 走进中世纪建筑 云绕的领主广场 钟楼高企的罗马士古建筑 原为佛罗伦斯的公爵宫殿 公爵府前往对岸后 此处就称为旧宫 现在则是行政及官邸所在地 广场前 米开朗基罗等名家的世纪剧作 复制版雕塑艺术 历经几个世纪的时空拣选 持续行扣肥冷脆的人文激励 与艺术摆布 广场上 传承近百年的精品名店博物馆前 现代艺术家展出的装置艺术作品 也毫无违和地交融着古典 与现代的艺术对话 游方中世纪建筑丛林中 在境遇与思维激荡的当下 慈悲仍是佛子心上永恒的牵挂 坐落于圣十字广场上的 佛罗伦斯圣十字神殿 是天主教在意大利 肥冷脆的主要教堂及神殿 教堂中有米开朗基罗 切利略等许多最杰出的意大利人 常年此地 因而又称为意大利先贤慈 优优独播剧场上 在节远异乡 意念先贤的当下 众人也与各个主建筑场景前 欢喜合影 用回笑 为肥冷脆之行 留下祝福 莫料 众人沿着河畔行进 海涛法师与佛子们沿途失洒甘露进水 叛卫此地众生 消解积燃 河畔青草绿荫下 法师透过供养龙王宝瓶 祈愿借此姻缘与当地友情 水中龙族及六道众生结缘 愿众生常住平安 法喜相遂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才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诸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立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 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时、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 慈悲至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会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前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同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喜www.liv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dm 试逢如须长老 圆集纪念日前夕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方 举办传授八观摘戒 礼拜药师宝灿 祭护生 恭请战三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0日星期六上午9点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发会备有消灾超建 欢迎提早填写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供修敬请佩戴口罩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点灯药师经 佛前大贡 药师欺佛本院功德经 药供祭慈悲诗实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足为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今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非时时 也就是持斋 不舞不时 随喜宁的功德 阿弥陀佛 发挥慈悲 抢救生命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佛教动画系列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过去是阴地中心菩萨道士 曾为一个大国王 名叫萨波达 他一生行善 乐为捕食 有一天 国王跟夫人在后宫观赏和画 救命啊 救命啊 好心的国王 请你救救我 有一只凶猛的老鹰要杀我 白鸽 不要惊慌 有本王在此 当保护你的性命 白鸽是我的食物 我很饥饿 希望大王将鸽头还给我 我已经答应保护白鸽的安全 你的目的 只是为了饱餐宠籍 请你放过我这只鸽子 我可以答应 白鸽鸽鸽的重量给你 慈悲的大王 你一生慈悸众生 毫无吝息 只要大王肯施舌 您身上的肌肉 其重量与鸽子相等 我就可以满足了 小鸽子 请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救你 国王陛下 请你动作快一点 我肚子正饿着呢 好 我会立即实现我的诺言 国王陛下 你那一点肉是不够的 再来一些吧 没问题 我一定会给你跟鸽子同重量的肉 为什么还是不能等重 你觉得你那几块肉 就可以抵鸽子一条命吗 我明白了 生命不能以重量衡量 这时候 国王从容地站上邦城 邦城终于得以水平 奇怪的是 这时传来月儿的仙月跟五彩相关 老鹰跟白鸽看到之后 深受感动 便会低势于天王形象 当众跪地叩首 赞叹叹不已 妈妈我错了 我不应该怪你们 老鹑 谢谢你 现在 警察 你们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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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看出来 这是什麼 啊 阿勇 阿勇啊 快點快點 快點放棄了啦 請原諒我 阿勇快說啦 幹什麼啦 阿勇 你別走 我愛做你的賺錢 你幹什麼 阿勇 你走得快點啦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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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了不起 你又去那 阿勇 你叫我嗎 有聽不懂 好啊 好啊 阿是怎樣啦 好啊 走走走 我們來什麼功課 他功課不好 拜託老師喔 不要給他留級